说起军事大国 闪电哥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俄罗斯 从苏联解体到现在的几十年间 他经历了诸多风雨 最终成为能和美国对抗的军事大国 嗨 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带来俄罗斯最新研制 被美国视作最大威胁的波赛东和鱼雷 虽然制造航母的能力比不过美国 但是该国毁灭航母的能力 却足以令美国忌惮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 得不到就毁掉吧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最新研制的波赛东号 无人潜航器 也就是核动力鱼雷 计划于2020年秋季进行首次发射 波赛东号和鱼雷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它具有超强特性 其长度长达24米 直径2米 也就是说口径达2000毫米 而世界上最大的鱼雷发射管 也不超过700毫米口径 也正因如此 携带它的比尔格罗德号 不得不安装了特殊的超大口径 发射装置 除了外观上的庞大之外 波赛东鱼雷的威力也不容小觑 它不仅仅是核弹头 还采用了无限核动力 据悉 该鱼雷的射程可达1万公里 除此之外 波赛东和鱼雷还有两大杀手锏 速度和浅身 据报道 它采用了暴风雪鱼雷的超空炮技术 因此速度最高能达到100节 而且其最大使用身前超过了1000米 在这一深度 敌方很难探测到鱼雷的存在 更不要说拦截了 而威力如此巨大的波赛东鱼雷 基本可以对航母战斗群 和海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目标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证实俄罗斯这种 从海底进行核打击 不走寻常路的战略手段 使得费尽心思打造防空网的美国 顿时感到压力倍增 因为据推测 仅需一枚波赛东和鱼雷 就可以导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瞬间报废 该鱼雷发射时 会高速冲向基地目标航母群 然后在其下方引爆 随后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鱼雷会迅速照亮海面 并散发出达6000多度的高温 在不到几秒的时间内 它会形成一个直径达数百米的蒸汽气泡 之后该气泡急速冲出海面 一股超强超热超音速的 白色海水冲击波随之袭来 而在这种鱼雷的威力之下 军舰将变得不堪一击 不是被瞬间折断损毁 就是被掀翻沉没 除此之外 在鱼雷爆炸的那一刻 数百万吨的海水会被卷入空中 形成一个直径达数百米 高度达上千米的巨型水柱 而在水柱的上方 会生成一个恐怖 却又壮观的巨大蒸汽云团 当水柱回落后 又可激起上百米高的海窖 对军舰造成二次冲击 即便是能逃过双重打击的军舰 也无法躲避接下来的核污染 而先前形成的蒸汽云团 也含有致命的核辐射 如果美俄真的开战 据美国学者分析 在陆基方面 美国凭借萨德 爱国者等防空力量 或许可以打赢前期的核战争 但是面对隐蔽性极强 且无法防御的波塞东鱼雷 美国一定会在对手后期的核反击中败北 因此波塞东鱼雷 又被美国称为末日核鱼雷 不得不说 波塞东鱼雷的问世 让俄罗斯的腰杆子更赢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要和俄罗斯 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